爱豆的粉丝好可怕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还好吗? 这个我最近啊,就是好几次遭遇了各类爱豆粉丝的突袭啊 真的是领教 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有点吓人 所以以后真的是尽量就不提了 比如说前两天我推荐,我推荐电影《无名》 我说电影错,值得看啊,挺好 但是这个王一波在里面的表演啊 还有待提高啊 我觉得他没有达到这个基准线啊 然后他应该再努力 说实话,我当时说这个时候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啊 然后这个做好了各种心理建设啊 充满了求生欲的去说这么一段啊 尽量的让自己理性客观平和啊 对事不对人的去讨论这个事情 结果没想到哎呀,还是 还是被围毁了啊 真的是被围毁啊 这个王一波的粉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们会从另外一个点给你找一个东西来啊 给你扯中扯西 反正就不扯这演技的事 什么比如说呢,你眼睛没 你眼睛瞎了就捐了吧 我们都觉得王一波在这个里头表现非常好 或者是在假装理性客观的就说呢 你20岁的时候在干嘛 你看看人家20多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有什么责责评批评人家啊 导演都夸王一波演的好啊 专门做了个采访视频 夸了他一个小时呢 然后还跟他签了另一部戏的这个合约啊 他如果演的不好 导演会夸他吗 反正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吧 然后都是一大段一大段一大段的 然后这种粉丝呢 我点进去他的头像 一般里头就两种 一种就是一看里面都是王一波的内容啊 就属于王一波粉丝会员团一类的 一种呢 就是什么内容都没有啊 就是只有这两种 所以我也觉得是挺挺吓人的 还好我那个帖子没有太火 要是火了之后 我我不得被人埋了呀 我的天哪啊 这个王一波的演技 现在都不能说了 王一波的作品 你们各位看过吗啊 我的天哪啊 真的 我找不到比他在纸片的人啊 我找不到比他演戏在木讷的人了 你要说年轻演员没好的 我也不承认啊 年轻演员有演的很好的 这两天看着漫长的季节 里头几个年轻演员演的都很好 他都不错呀 我当时心里的潜在词全都说 哇 这比王一波不强多了吗 是王一波是爱豆 他是大流量啊 你资本找他拍戏没有问题 因为还说了 如果那个吴明没有王一波 哪有那么高的票房 那好吧 都是王一波带来的票房啊 王一波的粉丝真的战斗力好强 他们直接买了好几亿的票房 OK啊 那以后只要有王一波的戏 那你们就就挣你们的钱就好了 你们就内部消化内循环就好了 对吧 你们带动自己的消费 就别麻烦我的了 还有人问我 那你说换成谁 我说换成朱一龙都要好很多 朱一龙以前也是爱豆 对吧 但朱一龙没有那么多综艺 没有那么多什么 他都认认真真的演戏 去年一部人生大事都拿了影帝了 演的就是很好啊 演的好我就会夸 大家都不想 看了这么多年电影了 我看的电影还不得上万部了 真的 几十年我看电影还不得上万部了 剧集就更不用说了 好不好啊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真的是演的不好 王一波真的是演的不好 然后前几天说这个 辛巴发冰激凌的那个事 也被围殴了 辛巴算不上算不上爱豆吧 那但是粉丝也非常之多 相当的可怕 因为我那个事情 我并没有说辛巴怎么样啊 因为辛巴发冰激凌 我说现场很尴尬 我并没有说辛巴蹭热度啊 辛巴怎样怎样 事实辛巴是不是蹭热度 对吧 他也不是第一次的 我还没有说辛巴之前 那些黑料什么这那的 我对这个人无感啊 不是粉也不是黑 无感 我就不愿意提他 只不过是因为那个事情 上了热搜了 我去蹭热度嘛 人家都说你就是蹭热度 废话啊 做媒体干嘛不蹭热度 今天我就没什么热度可搜 所以就随便扯两大了 是吧 就是没有热度 我要蹭热度 我蹭你们家辛巴的热度 你们家辛巴蹭人家宝马冰激凌的热度 大家都是一样的 而何况我没有提 这就不行了 哗哗的都来啊 你知道辛巴以前捐了多少钱吗 你知道辛巴有多爱国吗 你知道辛巴是个多好的人吗 你知道辛巴这个做这些事情 付出了多少吗 抢冰激凌那些人 都是周围的员工 那是辛巴允许的 推车的是他给这个 哪哪哪的员工 他答应了推走 哎呦 那个视频就在那里 是吧 后来那个网上的这些 有人推车 当时还说不要拍 不要拍那个视频 都找不着了 你说神奇不神奇 反正就是只能说好 不能说不好 辛巴自己有很多事情 对吧 咱我都没提过吧 我根本就没提 我真的无感 结果不行 你要不你送一个 你送得起吗 你有那钱吗 你送一个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 每次到这时候 我只能默默的 拉黑删除 拉黑删除 反正你既然 我们做自媒体 要蹭热点 那蹭热点 难免就蹭到这些 爱豆啊 偶像身上 一旦到了这个圈子里头 哦 那个日子真的是难过了 反正这期 肯定要被被喷了 我再强调一遍啊 王一博演技 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 他需要走的路太多了 而且我不觉得 程尔导演 对他的指导 让他有什么质的飞跃 那部片子里 众星捧月一般 结果还是这么个结果 刚刚上映的 长空之王 吹来吹去 吹来吹去 怎么样的 口碑怎么样的 票房怎么样的 你们家哥哥表现怎么样的 都说扛票房 你扛呗 以后都找他演 都找他演 让粉丝们去买单 然后星巴是最好 是我听说过的最好的人 心地善良 各种捐钱 这个事就让我觉得 好像只要你后面 去做善事 以前的什么事都无所谓 可以一笔勾销了 对吧 这个逻辑也很容易 所以就是没到这个时候 就不谈逻辑了 你们爱怎么地 爱妈就骂 拉黑删除 拉黑删除 保平安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给大家关注